十二港人案 其中八人在內地刑滿 分批移交香港 據了解 最早到港的是 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 他送到天水圍警署之後 由警方國安署更進 由一位宜報道 八個港人刑滿出獄 分批在深浸灣口案 移交香港警方 最早一個大約十點半 由警方車輛 載到天水圍警署 據了解是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 國安署高級警司李桂華 亦都在場 李宇軒曾經涉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被捕 之後獲准保釋 警方用了大約半個小時 辦理手續再將他押走 他和另外七人 張進富、張銘裕、閻文軒、李子言 郭子倫、鄭子豪和黃偉賢 早前因為偷越邊境罪罪 承判監七個月 除了李宇軒這七人分別在香港涉及暴動 藏械、中火等控罪 兩位未成年被告黃林福和廖子文 深圳檢察院決定不起訴 去年年底移交回香港之後被家控不依其歸押罪 目前還押在逼屋監獄 至於喬影如和鄧啟然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罪成 分別被判監兩年和三年 仍然在內地福建 有線電視記者 優惠儀報導